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诶!你听了Azga醬没有? 哈哈哈哈 什么鬼? 我没有打广告吗 你再来再来再来 诶!你听了Azga醬没有? 没有诶!有什么好听哦? 有奶爸日记咯!有黄威尔和张顺元啊! 哇!他们可以分享些什么哦? 赶快啊!去到Azga醬.com.my 去下载Azga醬的apps还有上网去听啊! 可以啦!可以啦! 广告来咯! 很少人做podcast还蛮好玩的 我们应该要讲话 啊!讲要出事的时候 出事就紧张咯! 来! 紧张咯! 诶! 你不用讲 欢迎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的收听 收听 收听 Azga醬! 奶爸日记 我是黄威尔 我是张顺元 诶!Kes比较有默契的啊 ok!这一集讲 生孩子 很紧张 因为我第一胎的时候哦 都讲了我们是之前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 情里面虽然决定了 可是所有小朋友的这些东西啊 小孩子的衣服啊 然后鞋子啊 袜子啊 尿布啊 奶瓶啊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还 去跟人家挤baby fair 那也是 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去baby fair 唯一一次 我去买了一箱 web tissue 还有一盒 一套的奶瓶 我最印象很深刻 是那一箱web tissue 你不要看它一箱web tissue 一包一包齁 大概 四十多 四十八包 差不多是这样的数目 一箱web tissue 你不要看这样子哦 很鬼死中的啊 然后那个时候就说那个 要走很远哦 你知道 你知道baby fair 几多人的啦 嗯 然后又扛住那个东西去还钱 然后扛住那个东西去 去大parking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样奇怪 我没有去拿tory 嘖 因为baby fair 没有tory的嘛 有tory的 可以拿supermarket的tory的嘛 supermarket在楼下啊 baby fair 在楼上啊 所以那个是我唯一一次 去baby fair 买的东西 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去baby fair 我是从来不会去跟人家挤跟排队 所以我没有去过baby fair 我老婆也不喜欢 因为我算过哦 那个精神和那个时间 对 不值得 我们没有 没有商业配合是不是 没有嘛 可以讲 是啦 那种baby fair 而且那种baby fair 常年累月多到八啊 三个月就一次 那种人还要涌着去啊 怀孕了九个月 才便宜到几毛钱的东西啊 好咯 其实为什么 想怎样哦 他那个parking chair 没有没有 因为有一些东西不会坏的 我之前买的那一箱wet tissue啊 但我用到最后一包的时候 那个wet tissue已经不wet了 我太太的妈嘛 送啦 然后他们就去一趟外国 然后就可以买很多东西回来我的 然后就跟我们讲 你不用买这个不用买这个 然后我们已经买了什么 包括那种衣服啊 那是之后 出世之后 出世之前 我那是出世之后 出世之后 出世之后哦 一直到现在哦 然后洗衣服呢 那你们到底是谁买的 对对对我想不到 因为从来没有一件是我买的 然后全部很多很多很多衣服 不懂是谁买的一大堆 我只是跟我太太走shopping center 买过baby的东西 走过一次我记得 那一次是买了一两件衣服 买一些奶瓶 就是你你必须要 因为 因为你现在才14天嘛 嗯 你会发现到哦 到他两个月哦 那第三个月就多了 就已经不可以穿了 所以那个衣服是 非常非常快的 可是我那些人送的哦 他们有送六个月到 一岁一岁到 我有收过礼物是从来没有用过的 真的 这样我要预算我很多礼物用不着 没有你要快点用掉它 要不然你就没有机会用 快了的啦 我在一天已经换两件 要不然就马上成第二个 sorry 因为我 这个时候很容易怀孕 因为我老婆开刀 哦 所以他不可以太宽 因为你讲要开刀 我都不懂是不是因为 我老婆开刀的关系 我 我老婆我觉得她平时是一个 有一点要依赖的人 就是对我啦 真的 可是她在外面不会 在家里可能会 可是她很持续这样东西 是我们两个一直 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没有紧张过的 我唯一一次觉得有一点小紧张 是最后一次去产检 医生告诉我们 她现在的大小 瘦得吗 她就跟我们讲差不多可以了的了 为什么叫瘦大家很懂这个什么 瘦哈 瘦 啊瘦现在还没有写 怎么瘦呢 瘦 我也不懂 我们去谷歌一下 你们去谷歌一下为什么叫瘦 生孩子叫瘦 广东人叫瘦 OK 那个时候就 才有一点小紧张 医生讲 可能这个size跟这个日期 其实已经可以 要stand by 了 这样子 那天 那天回到去 或者是隔一两天 我老婆一讲痛的时候 有点痛 我想要生了 要生了 就是你那时候会紧张 没有 我老婆讲不是做动那种痛 可是因为她选择 然后她就去射手大便 她们讲其实有点像的 我不懂 她们讲其实有点 我又没有 因为我老婆也没有做动过 因为我们是选择开刀 因为我老婆本身她 我老婆也没有 因为有点瘦小 有点落 她自己选择要开刀 因为她怕 我们听过很多这种故事就是 你生的时候生不出 然后要去泵出来 吃群餐 然后泵不到 然后又不懂真的 到最后开刀 羊水又穿了 然后小孩又在里面 然后又差不多怕没有氧气 要开刀 所以她很怕这个东西 所以她就直接选择开刀 这样我就觉得 有时这种东西 我觉得交给女人决定 这个 你自己的身体 通常第一胎 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 我们现在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语气 那些女人都会想说要 是男生 没有没有没有 要体验一些 做母亲的伟大 然后到最后不可以 我要经历那个痛 好了你去 嗯 没有 当然可以生的 可以是男生我 没有她没有 她没有说 后来我发现到 她没有一个标准说 我去生产之前 我练一下yoga 什么什么 我去开始有做运动啊 让自己有什么什么 对 没有啦到最后你还是不开刀 走走 看不到 真的是思过 到最后那个还是开刀啊 那个坐在那边 吃零食那个 她最后自然生成到我 蛤 没有的 没有标准的 最后来 这个东西没有标准的 真的 ok 这样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回来才讲 我们真正要生的那一刻 行行行 刚刚我们讲到产前 体验咯 产前的那个东西啦 要去体验咯 然后体验 结果你老婆体验了没有 第一次真的是体验过咯 好体验你啊 讲的讲的讲的 ok 催生咯 一开始早上八点半 就去到医院 开始自己 那个 自己穿羊水 医院 医院会有人帮她 穿那个羊水 什么什么 穿羊水 给她穿呢 然后催生 就把她弄包那个羊水 嗯 然后 pst 我应该没有pst 我应该没有pst 我应该没有听到那个 他不动 应该是这样 然后就等咯 就开始打epidural 不懂是epidural先还是 穿羊水先 应该是epidural先 epidural是那个 epidural是那个 epidural就是那个 传说中的 止痛症 打 后面的 几肢鼓的 然后 就开始要打的时候 就播了一首 非常美妙的歌 那个 i can show you 不懂得我 水波 一片播歌 哦 然后从此之后 我老婆一听到这首歌 就 去想 想回去那个 他就会很怕这首歌 然后到我女儿开始会唱歌 他第一首唱到很好听的歌 就是这首歌 i can show 小孩子唱歌 那种很单纯的那个声音 所以你老婆生的过程 幸福没有 后来还没有讲完 他打了epidural之后 然后就开始穿羊水 然后就开始等 就看了 等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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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很久 不然我当他没有去看啊 蛤 医生怎样 嗯 要开 70m还是10m 很多 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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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ج 80m 10m 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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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m 80m 80m Also, 80m 你整理好了 因为你不知道几时 凉水会穿 真的真的真的 整理好那个逃命包 然后就 砰就走了 逃命包里面有什么 Sandy放什么 我就放他的 要换的衣服 小孩子的第一件衣服 然后 Pampers Pampers没有 Pampers没有 Pampers是用医院的 然后 然后 热水瓶 热水瓶要装 然后勒 重点来了啦 在那个逃命包里面 我们忘记放Touching Go 然后我就每次开玩笑 因为我没有大嘴一个 所以他被我开 爆笑 爆笑 然后他就 然后他过了 大概到 我们早上八点进 进场吧 然后到了晚上十点 啊没有哦 我已经去吃了 哇本来很开心 早上 你要努力哦 你要努力哦 然后 就去吃了 午餐了 哎呦啊 到了晚上十点 还没花 哇 那是酒的 整天了啊 整天了啊 然后我买一罐沙西 在那边喝 那你偷偷喝了 一口沙西 不可以喝东西的吗 都可以 可以喝东西的 然后到你 到 十点多的时候 那个 胎儿的 体温开始上升 哦 Check down的 Check down的 你不懂的没 哦 因为你没有试到 你没有试到这个东西 他没有说要体验 没有 然后开始上升 啊不得了 等医生来咯 等医生来咯 然后可是那天是 圣诞节前夕 24号 嗯 然后医生去吃 圣诞晚餐 圣诞晚餐 结果就啊 最高点了啦 去开刀 医生讲了一句我 觉得我这一辈子 我都不会忘记的一句话 她在开刀的时候 已经半生 Ton 他跟谁讲 还跟你讲 要跟她的同事一边聊天 他们 很喜欢一边聊天 一边开刀的 啊我们 enjoy 没有理由 那一早上在看戏 떡 那种是Emergency嘛 那种是Emergency 可是也闲聊闲聊 可是那句真的很经典啦 Just now Gimme it very hard 那刀是拿来切我老婆的 结果我老婆是一只火鸡 可是你还好耶 因为我没有办法进去看 蛤 因为政府医院 开刀是不能进去看 这样你就不用讲了 这集我就去讲了 可是我有等那个过程 我有刚刚出来那个过程 那个心情是 他会有大概几分钟 他是在里面的 然后我就在外面 然后那几分钟 短短的那几分钟 大概10分钟还是15分钟 我觉得 我是不能够失去我的太太的 那个时候 非常深刻的一个感觉 很怕失去她 又很紧张 又很那个 常是一个生死关头的一个状况 一进去的时候又紧紧牵住她的手 你还好 你还有的牵 你懂吗 我是那种 一出来妹妹就 因为幸亏 幸亏是我推着她进去 就从楼推着她进产房 进了一刻我还有问她 你ok吗你紧张吗 她是那种ok啊 没有是 拔牙这样吗 所以我老婆是真的是很 stady out的一个境界 可是她进了去你又不能看 我有进去签所有东西 everything她ok 有签什么 不懂的 不懂啊 那时你也不懂 人家给你签摩 你又签摩 那种感觉 因为开刀嘛 我知道大概是签什么了 所以他们进去 他们就要赶 你everything做完了过后 他就赶你出去咯 你出去那一个多小时 因为也快 可是那一个多小时也很久 开刀 所以你那个时候才难熬 你就是在外面 你不懂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小时很久 然后你自己只可以在旁边 一间休息室在那边等 然后你就等 可是你又不懂 那个一次有猫 那种名气走过你就 哎我老婆出来了 哎我老婆出来了 然后你想要message老婆 你帮下来老婆 哈哈哈哈 你想先给她讲加油 她回不到你 没有 对对对 谢谢 对对对 所以难熬对我来讲呢 最难熬其实是那个多小时 可是因为我老婆进去之前的steady 她让我放松很多 嗯 她让我放松很多 所以 可是一出来那时候我紧张了 有哭吗 你有流眼泪吗 我我没有去到流眼泪 因为那个时候是紧张 多流眼泪 是我在那间房间 他们有有另外一个通道 从首饰房通去另外一个房间 他们那个房间一打pump 就这样 John Melfand finger 然后我就走过去 他立刻打开那个布 然后给我看 知道他们一定要你讲是男是女的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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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